哈喽哈喽 今天是一集黑色系的穿搭视频 我选了一个非常不挑人穿的黑糖盒子 应该很多姐妹都已经穿上了 我自己呢在看粉丝的数据 以及粉丝的一些上升图 基本上都是符合我当时把它做出来的一个预期的 所以这一集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模板干货式的内容 所以我们用一个最不挑人穿的衣服 这个的话是由S跟M两个麻束的 对于我这个166的身高来讲哈 这件的话是可以盖住我的屁皮的 这件的话是一般来说我是当上衣来穿的 如果个子比我矮一点点的女生 大家就要去观察长度了哈 可能要比我稍微再放一些些的余量出来 现在我穿的是一个X码上升的一个效果啊 旁边的话是有两个开刹的 所以我当上衣来穿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在选择一些黑色单品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更显瘦的话 多去选择一些这种有一点点设计感装饰的 像这个口袋它的存在呢 就是可以转移我们的视觉重心 如果说没有这个地方呢 整个人看上去就是平面的 它有了线条之后整个人看起来不立体 所以在衣服的选择方面啊 如果说有一些线条感或分割感的衣服呢 会比纯色的镜板来的更好 第二个呢这件它是一个H版型的 就是手臂这边是相对比较细的 中间这个是一溜往下的 这个对于原身扁身的姐妹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版型 侧面它也不显胖 这个大胸的姐妹都是可以放心去驾驭的 基本上实现了不挑人穿 第三点呢其实是细节的地方 它为什么那么牵手 一个是我们领口做了一个下放的处理 常规的Polo来讲会比较小一些 然后往上一些 整个人看上去会更精致更文艺 但是对于一些骨盘比较大的 或者说像我们这样的骨架比较大的姐妹 这种领子就会显得比较小气 所以做了一个下放处理之后 整个肩底这边的空间被打开以后 你就算是带一些秋冬的一些项链 它都可以很好的展现出来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在袖口这个地方 这么一长串的一个收窄的一个处理 我冬天的时候很喜欢拉袖子 就是因为我想让它有松紧的一个结合 人看上去就更精神一些 所以如果你怕冷 这个袖子它是直接可以做到松紧结合 可以让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松实 也会有一个无痕鞋瘦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这件衣服不挑人穿的三个原因 那选好一个百搭基础的单品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研究它的一个穿搭模板了 我们用S跟M码两个不同的效果 跟大家做一些不同的穿搭 日常我最喜欢搭的就是牛仔裤 牛仔裤下装酷型还是有不一样的选择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喜欢阔型 或者你的身材比较相对比较合适的 可以参考我身上这一套 搭配下装的话 我会考虑把我的腰线露出来 会再搭一个八厘米高的一个增高鞋 后地鞋 这个是我日常来讲啊 穿着舒适又能够轻松行我腿长 对于一些想要显高的小个子也好 或者说大个子想要更高调一点的感觉的话 我们下面的裤子就要选择载管一点点的 上翻下的整个模型看起来就是人会比较显高一些 那今天呢是M码 M码对于我这个身高166来说它就是一个裙子 然后我冬天最常穿最常穿的一个版线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姐妹跟我一样 就是一条大衣服过冬 不用动脑筋真的太爽了 以我对大家评论区的又了解了 在此时此刻一定会有人说 啊 腿很粗啊 穿不了啊 个子很矮啊 都是高个子能穿的 OK 接下来的小个子的模板 同样的一个大颗型的衣服 加上一条legging 就我们只需要添加两样东西 就可以转化成不挑身才穿的一个模板 这个很重要哈 第一个东西就是打底 打底的话给两个选择 如果你肩膀比较厚 一定一定要收一件这种贴身的帽衫 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蝶穿神器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会给大家专门出一集 这个真的太好打了 对于圆肩后肩 微胖的女生来说 绝对是有神器用的神器 那如果你呢相对来说啊 身材没有那么微胖的话 你还可以多一个选择 就是这种高领的打底 两个颜色我都选择了白色 为什么 在我们的脖子这个地方做一个点亮的效果 所有人远远的视觉看上去 其实第一眼看到是这里 那你整个人的重心拉高了 你下面的就是忽略掉了 视觉上会让人觉得显高 第二个东西就是能遮住你腿粗的靴子 靴子靴子一定要来一双 OK今天这集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比较清晰的思路 不一定要买一模一样的单品 你们多去试一下 只要你愿意 无论你想要赋予它什么样的色彩 其实呢它都可以帮你完成 像黑白这种基础色 有无限的可能性 今天就到这啦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拜拜 拜拜